西屯,這邊算是文化高中的旁邊 我們有一間這間公寓要買 它是一層兩戶 一層兩戶,我們先進來看一下 請問這個總共幾層 總共五層樓 我們現在是在三樓 現在在三樓 那進來這邊是那個客廳 這客廳還蠻大的 那客廳旁邊就是廚房 他的廚房 沒有兩台 廚房沒有陽台 那這邊是他的那個房間 OK 然後 房間的隔壁就是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他有對外窗 剛剛那個廚房 那個房間的窗屋是對內窗對廚房 這個是他的衛浴 這個東西非常的大 那一般投資客可能會把這樣子的衛浴 改成兩套 兩個衛浴 一個 就是 他會可能會這樣子 空間隔掉 這邊做 一套衛浴 然後這邊 這邊他可能這邊會開一個門 讓這個房間變成套房 可以這樣子改 所以可以改成兩套衛浴 然後這邊 這邊就 這個算是主臥室了 因為他有陽台 這房間就比較大 我來看一下 他這還有有熱水器 OK 這陽台還蠻大的 唯一的陽台還好他還蠻燙的 OK 那 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他的 我忘記看了 他的 廚房 是沒有 沒有天然氣的 他是用瓦斯桶 所以會裝一個瓦斯桶 舊公寓 所以沒有瓦斯桶 沒有天然氣 我們下去看一下接近 好 其實三樓下去蠻快的 一層兩戶 他的樓梯間還蠻好走的 沒有堆雜物 好 好 好 這邊騎樓可以停摩托車 那旁邊那個就是文華高中 這邊可以看的到文華高中 好 好 然後 所以他是在文新路 跟文華高中的交叉路口 的這個巷子裡面 生活機能還不會太差 還算蠻好的 而且這邊有捷運經過 這邊有捷運經過 可以當捷運仔 698萬而已 不貴 但是需要小整理 需要一點整理 五層樓的 公寓 那他的地坪 聽說有21坪 地坪不是建坪 建坪是幾坪 然後他沒有公設 樓梯間那些公司 他都沒有算在那樓 幾樓啊那些公司 他都沒有 頂樓 那些公設 沒有含在權狀裡面 所以他的權狀 就是實在在 內 室內的屏數 很多舊的公寓他的權狀都是這樣子 他都沒有公設 所以他平數單價 你單價看起來比較高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他沒有把公設的錢算進去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巷刀還蠻好走的 車子出路都沒有問題 車子要怎麼頂 因為這邊算是文華公眾旁邊 也在雲南附近 所以你很容易租到 應該可以租車位啦 附近應該可以租車位 沒有公車的經過 只是這邊租車位一兩千塊是跑不掉 可能要兩千左右 那路邊也有停車位 有時候會有位置可以停 市立 台中市立文華高中 這邊還有7-11 這邊 你可以租車位一兩千塊 OK 大概就這樣 啊 啊 這個公寓啊 現在 三房 一般三房 黃下 這邊都 一千萬以上 這個算是 半價 而且6-3樓 6-3樓 不用爬很高 所以你的預算有限 找這種老舊公寓 是還蠻划算的 當然整理要現金 所以你的現金可能要再多一點 再準備 不過我有一點不太理解 為什麼它的地平可以持分這麼多 我不知道 因為當然這個舊公寓的另外一層的關係 因為它的戶數不多 所以土地池分會比較多 它戶數不多 一層才兩戶而已 所以它的地平池分會比較多 OK 所以 所以是還蠻有價值的 因為這邊的土地 一坪 一百萬 土地一坪要一百萬 所以這個 這間公寓算是有價值的 然後貸款層 應該 七八成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再溢價一些 有興趣的話來找我溢價 0989 905 453 可以加Line或電話聯絡 謝謝 謝謝